日晚上七点半在天津人民体育馆上演,天津主场素来被称为联赛的魔鬼主场,本赛季天津主场还没有输过球,常规赛十个主场比赛取得全胜,半决赛两个主场比赛中,同样宣布取胜,而且两场比赛一局都没输,本赛季主场十二连胜,本场比赛的两支队伍的激烈对抗也吸引了众多排弹大咖清零现场, 郎婷指导,赖亚文指导,黄金一代自由人张纳,奥运冠军为秋月都去到现场观看了本场比赛,郎导,赖导边看比赛边交谈,估计也在讨论球员的表现,为下一轮女排集训名单做准备,此场比赛云集中国手,天津女排刘晓彤,姚迪,王源源是现役国手,陈欣彤在今年公布的第一批集训名单中, 上海女排有曾春蕾,纵观全场比赛,许侍郎导亲临现场略显紧张,众国手的表现,并没有出现高光时刻,上海女排客场赢得本场比赛,在众国手中曾春蕾的表现算是比较好的, 第一局上海队多次出现卡伦,曾春蕾关键时刻利用小打或强攻得分,帮助本队渡过难关,在关键时刻在后排防守起球,为本队取得反击的机会,他的发球也屡见其功,多次破坏对方一传,本场比赛他拿到15分,撑起了进攻一角,扣球数据为44扣12中。 另一名国手刘晓彤,从第一局的高光到后三局的低迷,也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,甚至在第四局局末被陈立一换下,主要问题还是一传,在连续被追发的情况下,进攻受阻,本场比赛拿下15分,进攻35次14中,天津女排两个二传轮流上场,各有利弊, 姚迪的表现没有上场比赛好,趋势频繁上下场手凉了,二传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复攻的表现,王源源进攻同样受阻,跟二传失配,快球被篮等,但本场比赛能拿下17分,其中包括5个篮网,也不愧是复攻位置上的后备力量。 李莹莹总体打出了自己的水平,本场比赛拿下28分,进攻次数多达19次,金阮景进攻次数为52次,几乎以一己之力,承包天津女排的进攻点,前排进攻的下手很快,令对方难以防范,后攻威力巨大, 无论是回首线,长线还是打手出界技术,运用娴熟,效果很好,全场一点攻的战术也极大的消耗了李莹莹的体力,在第四局明显体力,有些不知,加上一船和二船质量较差,几乎在三米线附近起跳进攻,再加上上海队严密的篮房,进攻成功率下降, 朗岛前来观看比赛,除了考察老队员,更是发掘牺牲力量,截止到目前为止,李莹莹的表现压过众国手,成为本赛季最耀眼的